这一刻咱们来看一个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对于并列关系的考上的考题啊 上来是状语 主语是rs这个人 身后呢是个同位语啊 同位这个人的 那动词呢是testify的 身后这部分是一个地点状语 编语呢很明显由戴的开头 是一个编语从具 从具里面这是一个目的状语啊 主语呢是college 是一个同事啊 为语动词呢是manage to win 是赢得啊 是为语动词 编语呢是一个patent 是一个专利啊 后面是一个定语修饰这个专利的 化线部分开头 Andobus Vision很明显是一个同位语啊 同位的是这个基尔霍夫定律啊 因为这个基尔霍夫定律是一个关于电流定律嘛 它是个同位同位这个Loss的一个特征的 然后那么这个是同位语 同位语身后是对于同位的定语啊 表示去修饰这个观测的 是对于关于电流的观测 那身后如果如A这么写的话 First May的印第845 这是一个过去分词短语啊 是简化过定语从具 用来去修饰这个Observision的 意思是说是第一次的1845年被做的一个观测 那这块也是咱们很常见的现象 就是定语的一个跳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两个定语嘛 那我只能把相对短的放前面 相对长的放后面 会引起一个跳跃很正常啊 按的身后 如果像A这么写 是Now Included 这等于是又是一个过去分词等语 相当于是May的跟Include并列 表示说这个东西呢 这观测呢 第一次1845年被做 同时现在被包括在大部分的教科书里面 所以A选项意思可以接受啊 先暂时保留 咱们看RB 带回去的话 这个主卫宾都一样啊 那身后呢 Which was of a vision 相当于是一个定语从据 那它可以修饰一个单数名词 因为是was啊 所以它的先行词应该是one of 进入候補定律 也可以接受啊 这个定律是一个观测 关于电流的观测 这是定语啊 first made 依然是过去分词短语 做定语修饰观测 那按的是个并列连词 按的身后 看it is not included 这里面的it 代名词先找到指的项 可能应该还是指这个某一个定律呗 那所以呢 是这个东西 是被包括在大部分的 什么教科书上的 那身后的话呢 从简单句里面来看 都是说A跟B都一样 都是说这个观测本身 被包括什么地方 但是具体关系不同 在A里面的话呢 并列对象是made跟included吧 就是说我这个观察呢 什么时候被做 现在又怎么样了 而2B里面 按的后面给了完整句 那咱们上节课强调过了啊 这个完整句 肯定跟完整句并列 那可以跟他最大的主居并列 也可以跟这个赢得一个专利啊 相并列 但是不管是谁 好像都不太合适 很明显啊 应该是第一次在哪被做 和现在被包括教科书里面 是明显对应的相并列关系嘛 所以说如果如2B所写 等于我的并列对象 就发生错误了啊 所以B可以直接干掉 再看C 带回去的话 这个name是个副词 身后加了一个完整的句子啊 那这回呢 属于两个句子之间 就是赢得专利和是一个观测之间 没有廉词了啊 所以语法就错了 再看4D 同样这是同外语 那身后是个定语 first made也是个定语 修饰观测的 后面gelatus又出现了一个 两个动作之间 没有廉词的现象 所以D肯定也不对 再看无意选项 无意的话呢 是个定语重句 修饰这个one off 也可以接受了 某一个定律 动词之试表语呢 是一个观测 就是两个定语啊 都修饰观测的 暗的身后呢 是一个并列句啊 那is now included 这个动作呢 是可以跟 wall observation并列的 那这两个动作呢 在语法上 虽然可以并列 但是这个关系 又跟也不一样了 a里面呢 是made跟include并列 而e里面的话呢 是被包括和 是一个观测并列 很明显两个动作呢 并不是同一个属性 对吧 应该是让made和被包括 处于并列关系 所以e选项 依然是一个并列 对象的问题 答案呢 全是a选项 这句话 整体意思是说呢 呃 他的一个同事 他赢得了一个 对基尔和夫定律的 一个专利 那这个基尔和夫定律 本身呢 是关于电流的 一个观测 同时这个观测呢 是第一次的 1845年被做的 那现在的话呢 整个定律呢 都被包括在了 每一本啊 初等物理的教科书里面 咱们复盘一下 这道考题呢 整体就考了一个 到底这个made included 和manage to win 这三个动作 应该是谁跟谁 具有这个并列关系 一个非常典型的考察 聚间关系 同时是考你谁跟谁并列的